英國有超過900名郵局員工 因為被指控侵吞公款而陷入冤獄 至今只有93人獲得平反 英國首相辛偉成在星期三宣布 將會推出一項緊急法 推翻所有涉案郵局員工的罪名 預計今年內完成 有關人士如果獲得平反 估計最少可以獲補償60萬英鎊 利誕英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冤案 發生在1999年至2015年期間 雖然事件最後真相大白 原來是電腦會計系統出錯 但部分人士在獲得平反之前 已經離世或自殺身亡 郵政事務大臣就批評幾百人 成為了郵局殘酷和任意行使權利的受害人